翻过来讲呢 我觉得中国东西给我的 其实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和 身份认同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一套和自然更亲近的体系 我觉得在未来更有戏 而西方现代的这一套 钢筋混凝土的玩意儿 在未来没戏 这才是我 为什么对中国的传统 会花那么多的心血 因为它对未来有戏 就是我们的建筑之所以形成这样 是跟自然不仅有关系 您刚才这么讲 实际跟这个哲学意识形态 礼仪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和身体还有关系 和中国人的身体 西方的现代的这种建筑 一般年轻的时候 你扛得住 到了你的年龄 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就会发现对人不友好 您是对宋代的这个审美 非常喜欢 对 因为它真的是品格高 品位高 一说中国文化就什么都好 我不是这个观点 宋代的很多东西 几乎就接近于现代 就中国人的历史 宋代以前是中古史 唐朝东西你去看 和我们的理解差距就比较大 对不对 感觉有点国际化的那种感觉 要学习 要继承 当然所有的传统 我觉得都值得保护 但是你还是要追求高级的东西 宋代是我们传统里 我认为最高级的 我们可以体会到的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就是说江南民居的特点 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 大的说一下 比如说浙江的 浙江可能最有特点的 实际上是一种灵活的 木头的木结构的建筑 比如说我们很多地方养残 它这个木头是 内外两圈柱子的木头结构 要开始养残的时候 它就会有灵活的门扇 在建筑的外圈 它把门扇装上 这个房子就放大了 到夏天的时候 它把门扇全部摘下来 把它挂在房梁上 这房子缩小了 但多了很多 就像这样的半室外的空间 好像你说是 特别灵活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变化 这是浙江最精彩的 那比如说晚南 就是我们说的 灰州就不一样 灰州呢 是比较早 全村变地主的一个地区 那个就是 每一个村里 几乎就没有穷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主业不是种田 他们是经商的 他们在扬州一带 范盐 拿了国家牌照 在那范盐 所以一个村一个村 你去看 全是楼房 你看这个 中国的北方 基本上都是平房 只有在南方 才会局部出现二楼 但是灰州不同 灰州全是楼房 那么楼房 而且村子山区地方很小 所以它密度很高 所以它的外墙 用大的风火墙 我们叫风火墙 就着火的时候 你家的火 不能着到隔壁家 所以边上用很大的墙体 把它围起来 黑瓦白墙 很明显 这种非常实体的感觉 我称之为叫中国的罗马 因为这个特别像意大利 就是这种墙体的实体的 古罗马是这样的感觉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 没那么简单说 你就是中国文化 完了你比如说到福建 或者说到浙江的南部 你会发现这个建筑的这个屋顶 都是双曲面起销的 双曲 就是它不仅是这样曲 它还这样曲 两个方向曲 这一大带的地方的这样的房子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宋朝房子 因为它的做法 从宋朝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 就是我们找得到 有没有宋朝的房子 有 浙江南部一直到福建北部 大量的这种房子 几乎就是宋朝的房子 你去看 包括它的平面格局做法 而且这个地方的木匠的流泡 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木匠的做法 一直到清朝都不改变 很有趣 宋代木匠的典型做法 双曲 双曲 再一个暴露的这个斗拱 实际上斗拱真正发挥作用 是在宋朝前 宋以后斗拱都是假斗拱 是吗 对 这个到宋代为止 中国的结构是这样 这个柱子到这个斗拱 从这开始就变成斗拱体系 对 这个是 到了宋以后 从元朝开始 这根柱子实际上 一直通到顶上的那个两底 外面这个斗拱 就变成装饰 装饰 所以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施工要简便 进入一个更加实用化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是你去看一下 比如说福建 包括这个客家闽南 所有的房子都做法都还是宋朝做法 他们说他们住的叫什么皇宫厕 就说每家的做法是皇帝的那种样式 一点也没错 因为它是宋朝的做法 当然再朝这个广东和福建交接的地方的南方 就出现大型集合住宅 这个也是世界奇迹 基本上一族 这个实际上更像是魏晋传统的 就是一个家族 就客家那种围楼 可能是300户 400户 是这么大规模 叫一家 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 那肯定是一个家族 不分家的 然后之后它就形成一个集团 而且这个做法一直到清朝都在做 甚至到六七十年代 它还在做 就这个是一个活传统 就没有中断的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 就这么一路下来有多少变化 这个整个世界 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趋势 就是朝着得越便宜 施工越快捷 越有效率 那是不是建筑也就是 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斗争 就是两种 一种是自然的和人工的进行斗争 一种是标准化的和多样化的进行斗争 但现在似乎看来这个标准化的在占上风啊 反全球化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啊 对不对 这就是阴阳 是的 说不定鹿死水手呢 说不定中国的传统就是以后的未来呢 对不好说 真的 真的不就是说 说不定真的靠中国的这一套东西 最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 现代化当中的问题 瞧见没有 就人类不一定永远这样啊 是 还会演变呢 可是我们正好生活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就得多靠靠王老师 陆老师拯救我们吧 我觉得还是势在人为 就是这种思想的自觉很重要 苏格拉底说的嘛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对 其实建筑师他每设计一种新的建筑 他也是在重新审视一次 是咱们的生活 王老师是我们反抗两房一厅的 主要的先锋力量 其实我倒不是这个 我作为建筑师群体的一员 我经常的心情是很自责的 因为我就问几个基本问题 就是说 谁给了建筑师权利 说你画类图规定 你们都住两室一厅了 你们住三室一厅了 对 这个专业权利不是天生就有的 第二你既然知道你手上有这个权利 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 这个是我经常 我很自责 因为大部分的建筑师都是这种 生存的空间比较小 因为生存是很艰难的 对 你现在不艰难了 一样啊 我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睡地板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刚到杭州的时候 我们俩只有一张足席 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的 我那个时候 确定吗 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想法 我今天还是个想法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且我从来没有为了 任何一个所谓的项目 说我妥协 从来没有